Hello 大家好 我是白冰 由於每次說真的吃些甚麼是不好的 你們都會留言說 那甚麼都不用吃了 這條影片就應大家的要求 不說食物 說水 大家就不用怕沒東西吃了 話說近日有套電影叫《澳本海蜜》 講述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美國研發出人類手煤核子武器 原子彈的一項秘密軍事計劃 曼哈頓計劃 挺好看的 未看的就快點看看 小弟你一直都想在這段時間 說些跟這套電影有關的內容 所以就有這條影片的主題 《忽水》 簡單說就是我們的飲用水裡面 含有忽化物 沒錯 弄完子彈的曼哈頓計劃 跟我們這條影片說的忽水 是有非常直接的關係 當然跟我們的健康也很有關係 還要受害的人數 一定比你丟完子彈 先說明 免得人以為我在這裡散播恐懼 這條影片的內容 不是想製造太多的恐慌 如果大家拍聽完之後會很不安的話 片尾是會有很簡單的解決方法的 OK 這條影片是由日本石甘米雙無安全套贊助播出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我們的水喉水 即是食水 跟很多不同的外國地方一樣 尤其是美國 都含有忽化物 而這些忽化物 不是水 即是河流 海洋 原本有的東西 是人為 政府特意後期加進去的 原因是 官方就說 因為這些忽化物對我們的牙齒好 大家會不會想想 政府會為你好 這件事 已經相信那個都要嚴治傷了 而且其實現在已經有97%的新歐國家選擇不會在飲用水中加乏 大家想想 有那麼多東西不加 只是加一些對牙齒好的東西 對皮膚好 對免疫力好 對頭髮好的東西 又不加在水裡 所以基本上 只要稍微用個腦想一想 就會知道 背後一定有景色 不過 對忽化物的支持者 捍衛者來說 關於忽化物是有兩個故事的 一個是工業故事 一個是牙科的故事 這兩個故事裡面 在他們的腦裡面 是分開的 但是在現實 這兩個故事 根本從一開始 就是同一個故事 關聯極深 大家不明白我說什麼不要緊 聽完下去就明白了 大約在100年前 即是20世紀20年代 第一個建議在公共工水裡面 添加忽化物的 是由在匹茲堡的 煤龍研究所 研究人員 Jerard J. Kotz 提出的 而這個Kotz 之所以會對忽化物產生興趣 是因為一個叫做 Francis Freire 的人 叫他嘗試研究 而這個Francis Freire 是美國鋁業公司 鋁實驗室主任 那鋁業和忽化物 有什麼關係呢 原來 當時美國的主要女材生產商 面對著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他們需要用忽化物 來提取鋁 但過程中就會產生毒霧 令到他們的工人有各種各樣的健康問題 甚至於在女工廠周圍的動物和人類 都有中毒的情況發生 例如當地在工廠附近的所有牙醫 都表示過他們曾經診治過忽崩牙 忽崩牙是一種因為吸入 或者飲用過多忽化物而人體的病 照計啦 如果這些工人 附近的居民要打官司 告這些女工廠的話 這些工廠一定是賠死他們的 所以 這些公司 在未爆大禍之前 就未與籌謀 決定要不僅說忽化物無害 還要說他是有益的 去彌補公眾一直認為 忽化物有損健康的這個想法 之後 美國的女業 就在煤龍研究所 找到他們想要的答案 這間研究所之所以成立 本身就是為了工業家的利益而創立 例如這間研究所曾經研究過 如何令石棉使用合法化 於是在1935年 上面提到的科學家 Derek Kost 就在這裡做研究 而Derek Kost 在多年之後 和一位歷史學家的書信中 承認了他當時的研究 是受到美國女業的影響 不過那麼多年後才慘悔 當然太遲了 四年之後 即是1939年 梅龍研究所在一本科學期刊上宣佈 忽化物 是最有可能幫助改善牙齒 抵抗著牙的元素 而這個忽化物是好的風向 不僅幫助上世紀40年代 美國工業的大約章時期 要將窟當作重要的工業原料的 煉鋼廠 煉類廠 煉油廠 這個風向更加吹到這條片的另一個重點 1942年至1946年間的曼克頓計劃 那原子彈和窟又有什麼關係呢 原來在當時的美國 窟是用來生產綠窟化油 綠窟化油在被加熱之後 就可以用於將 油235和油238的分離提訊 所以可以大膽說一句 沒有窟 就沒有丟到廣島和長期的那顆原子彈 即使到了今天 窟的其中的主要用途 仍然是用於核能工業的油分離 當時的馬克頓計劃 為了製造原子彈 美國製造了大量的窟化物 作為毒性那麼強的化學品 窟迅速會成為危害工人和工廠周圍地區的百姓 就對馬克頓計劃 造成了一個很重要的威脅 於是一個很關鍵的科學家 Hara Holtz 博士 就在這個窟化物的爭論裏面出現 在移戰之後的冷戰大部份的時間裏面 這個Hara Holtz 博士都是 低劑量窟化物安全性 和水在窟化之後的有液效果的主要科學捍衛者 還要在窟化物方面 沒有哪位科學家 比這位Hara Holtz 博士更加受到衛生機構的信任 他可以說是一個非常資深的人物 還要在他的整個科學生涯裏面 都是處於最高的水平 為何這個Hara Holtz 會有那麼大影響力 又幫助所有窟化物呢 說得很簡單 Fluoride is safe at one part per minute 從後世的資料得知 Hara Holtz 是人體輻射實驗的共同策劃者 幫美國的羅切斯特大學 和橡樹嶺醫院的公民 注射放射性物質 杯 和油 如果大家把這些部分連在一起 羅切斯特大學 人體注射杯和油 好 還要跟我們保證窟化物是安全的 將這些所有的連在一起的話 答案 就是曼赫頓計劃 Hara Holtz 是曼赫頓計劃的首席毒理學家 他負責調查用於生產原子彈的很多化學品的毒性 其中最受關注的化學品之一 就是忽化物 由於曼赫頓計劃需要大量忽化物來製造核武器 因此他們就很擔心忽化物的毒性 甚至曼赫頓計劃和原子能委員會的檔案裏 都可以發現到文件是非常清楚 和非常明確 至少在Hara Holtz 領導下的羅切斯特大學 讀理學 是被要求提供醫療信息 以幫助政府 應對美國陸軍和美國政府 被指控忽化物污染的訴訟 另外 原子能委員會 正如解密的政府文件所透露的一樣 Hara Holtz 等原子能委員會科學家 收集的科學信息 是被禁止公開的 因為這些信息 可能會增加工人 或者社區 對曼赫頓計劃提起訴訟的機會 如果發現水在忽化之後有害 美國的曼赫頓計劃 以及很多其他會產生忽化物污染的行業 將會面臨大規模的訴訟 因此 Hara Holtz 不可能說忽化了的水是危險的 或者說小劑量的忽化物是有毒 在這個時候 Robert Keogh Laboratory 羅伯特基歐實驗室 這是一個資金非常充裕的實驗室 他們的主任 Robert Keogh 是公共衛生機構裡面一位非常資深的人物 這個人很出名的 出名的原因 是因為在他的整個職業生涯裡面 曾經為汽油裡面添加圓的安全性辯護 簡單說就是困糕全世界保證汽油裡面的家圓是完全安全的 事實 當然是完全相反 不是現在就不會有無緣汽油 之後有個緣就再講一下有緣汽油的問題 到時候大家不止不用喝水 連呼吸都不用了 而這個Robert Keogh 為工業界 幫圓洗底的工作 就跟他為忽化物所做的工作 是一樣的 還要 這項幫匽化物洗底的工作 由美國旅業公司 加拿大旅業公司 美國蛇油協會 杜邦公司 海撒旅業公司 雷諾資金屬公司 聯合鋼鐵公司 以及很多其他企業的贊助商 以及國家科研究院 所資助 同時如果大家再查閱多些 這個Robert Keogh 博士的資料 就會發現一個 到現時為止 都很少人知道的實體 曾經存在過 這個實體 叫做 伏律師委員會 Keogh 就是為這個伏律師委員會工作 執行他們的命令 為伏律師委員會提供彈藥 以便他們能夠為他們的企業客戶 即是美國旅業公司 杜邦公司 萬山刀公司 美國鋼鐵公司等等 來辯護 免受忽化物的訴訟 另外在這個Robert Keogh 的檔案裏 有一行耗資10萬美元 當時可以說是最先進的科學研究 這個科學研究就是給那些小的獵犬 餵食忽化物 令到他們在接近鋁工業或任何含有匯化物的工業的工作條件下呼吸 在這個小獵犬研究發現 匯化物對實驗動物是具有劇度 跟工人一樣 每週吸入匯化物6天的小獵犬 他們的肺部 林巴結 都是受到嚴重的損害 大家可能會認為 總有些人會將這些醫療的訊息提供給美國的醫生 或者向那些會去看這些醫生的工作人員提供這些醫療訊息 答案是不會 因為這項研究 在交給忽律消委員會之後 當然是被埋葬 而首次官方明確向美國公眾銷售忽化物 就是上次早餐片提到 大名鼎鼎在1891年出生的公共關係之父 Eler Bernays 他受到美國公共衛生部的邀請 向全國出售忽化物 Eler Bernays 明白 人民對他們的醫生或者牙醫 是有一種無意識的信任 Eler Bernays 提過 幾乎任何的想法都可以被公眾接受 如果醫生贊成的話 公眾就願意接受 因為醫生對大多數人來說都是權威 無論醫生對他們支持的東西是知道多少 還是甚至是完全不知道 所以如果你能夠讓醫生和牙醫相信 忽化物是安全和有益的 美國人就會相信忽化物是安全和有益的 就好像一支無費Email一樣 這個就是Edward Bernays 推廣忽化物的方式 還要即使是現在 都得很少的牙醫是知道 公共供水裡面的忽化物 不是藥品級的產品 而只是一種工業廢物 而這個擅長公關的學者 也都建議美國公共衛生部和紐約衛生局 利用牙齒健康和忽之間的關係 來推廣忽的安全性 同時為了維護忽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 上面提到的Herard Holtz 開始頻繁地在電視上出現 向公眾說明忽濃度在1ppm以下是安全的 最終在Jerard Kors的提議 Herard Holtz 的保證 和Edward Bernays 的遊說底下 忽就被廣泛宣傳為一種 在低濃度下 對兒童是十分安全的發酵物質 而且 還要對牙齒有好處 這種宣傳攻勢 消除了很多醫生和專家的防備 令他們認為 忽然對兒童也無害 對工人 就更加無害了 如果對工人也無害的話 他們就不願意在法庭上 幫工人做證 這樣 就幫助了美國的大企業 免除了很多的官司 與此同時 美國的公眾也開始從各個科學家口中 聽到這個消息 忽 可以保護牙齒 就是在這短短幾年間 因為美國女業的首席法學家的建議 我們對忽發物的認識 就由毒藥 變成對牙齒有益的發酵物 在改寫了忽發物的歷史這幾十年來 沒有人質疑過這個說法 而有質疑的 後果 就是被封殺 本人後續精華會再說 還有 原本是工業廢料兼有毒的忽發物 還可以因為這樣而買到錢 因為要讓你加入一些食水 影片到最後 實際一點 說一下忽發到底怎樣才會影響到我們 以及影響什麼 根據史丹福大學 醫學院神經生物學及眼科教授 Andrew Herbertman 有研究表明 飲用水中的忽發物的濃度 對身體的甲狀線激素系統 是有特別大的影響 甲狀線激素在大腦和身體中 發揮著很多不同的作用 甲狀線激素對於新陳代謝 到能量的水平各個方面 都是非常重要 甲狀線激素情況好的話 是可以帶來很好的情緒 但如果受到干擾 就可能會導致抑鬱症 換句話說 甲狀線激素 有助於保持情緒的穩定 甚至高漲 亦都涉及從睡眠 到伸直的這一切 甲狀線激素還有跟很多東西有關 例如骨骼健康 和組織健康 因此 我們體內的每個生物過程 其實都會受到甲狀線激素的影響 日韓在2018年發表的研究 這個研究的標題是 飲用水忽發物 對人類甲狀線激素的影響 這個研究表明 忽發物 會對促甲狀線素產生負面影響 即使是每公升水只有0.5毫升的忽發物 就已經可以擾亂到甲狀線的功能 平常人或者可能都沒有什麼 但是如果是對於一些患有家族性 遺傳性甲狀線問題 或者是要保持甲狀線激素水平健康的有關的人來說 食水裡面含有忽發物 就是一個會令人憂慮的問題 在這條片的資訊欄 會再次提供這些內容的連結 當中就會有大量的證據表明 飲用水裡面的忽發物含量升高 對我們來說 可以說是根本沒有好處 那麼我們作為小市民 怎麼算好呢 首先 不要用含糊牙膏 簡單說 即是市面上所有大品牌都不用買 小弟用的那隻是在大型連鎖店裡買到的 不過就要細心選擇 小心選擇才可以選擇那隻是不含糊的 另外就是易結獲這些含糊的產品 都不要用了 另外還有什麼含糊的話 自己Google 而食水裡面的含糊 怎麼解決呢 如果你的水是用來洗澡的話 就有它 如果用來飲用的話 最簡單就是轉用蒸餾水 真的要買水機 應該要買哪類 才可以隔到這些忽發物呢 會員後續精華再說 因為不太想幫人買廣告 另外如果有水機公司想幫我下廣告的話 Instagram DM我 這條片就來這裡 很多人關心我們大陸的從果體 如何受到含糊的影響 是陰謀論還是真科學 會員片也會和大家分享 這條會員後續精華 五元美金就看到了 喜歡我們的影片 不妨按LIKE Share和Gumman 記得subscribe 我們頻道和旁邊的鈴鈴 我們從星期四出片 星期二可能有片 星期五晚上九點鐘 會在YouTube上直播 說說事情和政治 希望到時可以見到大家 我們開始了我們的Patreon會員 希望大家要多多支持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不會 不YAN 雖然 こ所以 neglig 悲碓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